黑色上衣的男子和另一名同伙拿着球棒 大力砸向白色轿车 接着两名男子眼看着对方似乎要反击 赶紧拿着球棒冲回车上闪避 这时白车就冲过来猛撞回车 接着迅速逃离 只是两名砸车男子不甘示弱 蛇心之后同样用冲撞来回击 这两台车开在大马路上 却不顾其他人上演街头碰碰车 危险行径就出现在台北市北投区 球棒队又出没 一次是因为变换车道发生行车纠纷 26岁缺姓男子公称 白色小客车35岁装姓男驾驶 在成德路与福国路口切换车道时 差点撞到他的车让他很不满 因此按喇叭要对方注意 但白车没有停下 拦下白色小客车之后 他下车要理论一时气不过 因此伙同朋友拿着球棒对白车一顿猛砸 白色轿车吓得加速逃离 缺姓男子等人却开车穷追不舍 双方大喇喇 飞车追逐还在路中央蛇行护撞 警方表示 主嫌缺姓男子到案 坦诚犯行 全案讯后依刑法毁损 妨害自由等罪嫌 将缺姓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偵 并持续扩纳追查另一名共犯 两辆车左扭右甩 恐怖蛇行连连互相碰撞 幸好没有波及到其他无辜的用路人 酿成伤亡 那新闻杨上人 许玉成台北报导